我们必须要记住 西方极乐世界 使主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的心善 行善 念头善 就是发菩提心 奉行刘波罗米 这个是善的标准 一定要懂得了 一定要能够落实 不但要能落实 而且要筋骨不退 可见得菩提心 菩萨行 不是做个几天 就可以放下了 至少我们要发心 静行受 换一句话说 活一天 我们就认真地做一天 这个样子才能相应 然后 顺念 意念 决定得身 净土 要记住 如果我们的心不善 念头不善 行不善 纵然一天 念十万声佛号 也不能忘了 古无大德 古无大德 讲得非常好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心不善 念头不善 行为不善 这样念佛 含破喉咙也忘了 只是跟阿弥陀佛 借一个缘而已 作为往生的缘因 这些生不能成就 感谢